作為中共肺炎疫情最初爆發地的武漢 到目前為止仍然處於封城狀態 中共當局始終沒有解釋 中國疫情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 而是將疫情源頭的輿論轉移到了其他國家 繼美國之後 中共刻意扭曲 意大利疫情可能早在10月底 或11月份就已經爆發 這暗示中共病毒是從意大利傳到中國的 中共野蠻疫情 讓全球跟著受難 為推卸責任中共當局不斷改口病毒的來源 去年12月 武漢市中心醫院李文亮等8名醫師 說有不明肺炎出現 中共已在互聯網發布不實言論為由 警告他 並要求他簽訓課書 同時對外宣稱 李文亮的訊息是假的 結果不到2個月的時間 不明肺炎在武漢大爆發 今年1月2號 中共海軍工程大學 警通勤務連下發 嚴控外來人員禁校的通知 根據關於實施防控不明原因肺炎措施的請示 海公公298號文件指示精神要求 明確外來人員嚴控入校 也就是說 中共海軍早在2019年底 就已經知道武漢出現不明肺炎疫情 1月5號 上海公公衛生臨床中心實驗室 發表全球首個武漢病毒基因排序 中共當局隔天已整改的理由關閉了這間實驗室 1月12號 中共向世衛組織通報 根據相關證據高度提示 本次疫情與在武漢一個海鮮市場的暴露有關 1月23號 武漢市因疫情失控而封城 1月26號 中共首席生化武器專家陳薇少將 奉命進駐武漢病毒研究所 接管武漢P4實驗室 2月14號 習近平在中央全面生化改革委員會的會議上 特別提到了加速推動生物安全立法 並將生物安全納入國安體系 引起外界關注病毒是否來自於實驗室 中共擺脫不了外界的質疑 於是開始製造輿論 炒作病毒來自美國 中共甩鍋惹怒了美國政府 總統川普更直接了當的說 病毒來源就是在中國 就叫中國病毒 中共一系列甩鍋 使美中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 現在 中共當局又把黑鍋甩給了意大利 3月21號 中共黨媒《環球時報》聲稱 意大利醫學專家朱塞·佩雷姆齊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意大利可能早在去年12月甚至11月 就已經出現了不明原因肺炎 這意味著 在他們知道中國疫情爆發之前 病毒就已經至少在意大利倫巴地北部地區傳播了 中共刻意扭曲稱 意大利疫情可能早在10月底或11月就已爆發 暗示中共病毒是從意大利傳到中國的 中共當局始終沒有解釋 中國疫情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而是不斷的製造輿論以及扭曲 引用外國人士的說法 將疫情源頭來自中國的輿論轉移到其他國家 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的影響 那麼現在呢 中共一定會想盡辦法在國際上推卸責任 評論認為 中共當局深怕被各國追究責任 不僅高舉被收買的世衛組織的說法 還將輿論矛頭指向美國與歐洲重災國 藉此淡化最初隱瞞疫情的罪責 旅美作家曹長青說 川普強調病毒來自中國 這種說法得到七位科學家的背書 他們在國際期刊《科學聯合發表論文》指出 根據電腦模型測算 武漢封城前 高達86%的感染者沒被記錄在案 這個大基數群體隱密而迅速傳播病毒 曹長青說 如果中共當時立即公開真相 武漢疫情絕不會那麼慘烈 並蔓延全球